在我们看到国际各大报的新闻 焦点先来看的就是华盛顿邮报 以色列为了要阻止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哈马斯的攻击 向由哈马斯控制的加萨走廊 发动了强力的空袭 巴勒斯坦当局就声称说 有24个人因此死亡 还有152个人受到了轻重伤 那现在在这一场由双方的绑架跟撕票 所引发的武装冲突越来越严重 不仅以色列动员了后备军人 哈马斯更宣称 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他们的合法目标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 虽然大选传出了舞弊 但是阿富汗总统大选 开票落后的候选人Abdua 却已经自行宣布当选 这显示阿富汗政权和平轮替的希望 是越来越落空了 而且现在神学士又加强进攻 所以外界不得不担心 阿富汗可能又要爆发内战了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纽约时报 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在星期二 寻求国会快速批准将近40亿美元的款项 借此来应付日益严重的偷渡客问题 不过他的民主党跟共和两党对此都有意见 共和党议员更要求要加快遣返 这些成千上万个未成年的小偷渡客 所以我们来看的是国际纽约时报 瑞士银行是出了名的保密到家 虽然近来外界怀疑说 这样的传统似乎逐渐被打破了 但瑞士银行还是强调说 要求银行对顾客身份保持绝对沉默的相关法律 而且瑞士银行甚至现在更利用 不输给情报单位的最新科技设备 来不断地寻找新的超级富豪客户